Hello 大家好 今天这期视频是我对整个欧洲行程的一个回顾 整个行程的vlog 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 吃吃喝喝的视频大家看得也很轻松 所以说这期视频是我在这次行程之后 对欧洲的咖啡文化以及咖啡市场的一个思考 首先这次行程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米兰的咖啡展 我就先从咖啡展聊起 说实话就同样的国际性质的咖啡展 就比如上海的hotel ex 还有首尔的咖啡show 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这种咖啡节 我参加的真的不算少了 像米兰呢我是第一次参加 展会我逛了两天 为什么不是逛四天 是因为门票真的太贵了 一天的门票价格是65欧 两天的门票价格是85欧 我当时会觉得心想 这个门票的价格再放在国内的话 哪怕是85人民币 我估计也有很多人 不愿意去买票逛咖啡展的 对不对 先抛出来我自己的结论 宇宙的咖啡中心还得是意大利 那米兰的咖啡展 可以说是集结了全球咖啡产业链的 最顶端的公司以及产品 如果你没有在这个行业里边从事10年8年 你来到这边了之后 其实你根本看不懂 因为这个展会它没有任何的营销的活动 也没有什么打折送咖啡啊 或者是关注送小礼物的这种吸引流量的这种套路 展会主打的就是一个简单直接 你如果觉得这个产品好 那么你就直接体验随便玩 那有意向采购的那你就可以留联系方式 后期做采购 所以说展会上基本上都是全球各地的买家们 而且这些买家不是所谓的 我只是想买一个自己玩一玩这样的性质 而是做跨国贸易的大型的贸易商 那就比如跟我们合作的咖啡品牌XLV来说 你来到他们的展台也都是各个国家的贸易商们 晚上我们和品牌方去聚餐的时候 桌上的都是来自德国法国挪威希腊印尼马来越南澳大利亚 泰国阿联酋等等全世界各地的 就是来看一看咖啡机的新的型号的发布体验新的科技 应用到咖啡领域给这个行业带来的一些进步和改变 所以说像这种规模以及辐射范围之大的展会 全世界也只有米兰展了 其余的别的一些国家可能只是辐射当地的区域 或者是周边的一些国家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 宇宙的咖啡中心目前还是意大利 说完专业的咖啡展会 接下来我再说一说咖啡馆 也就是喝咖啡的习惯以及文化 整个行程我不知道到底喝了多少个咖啡馆 粗略的估计的话可能不低于一百家 所以说真的是我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能够喝一杯咖啡的机会 欧洲的咖啡馆都挺老的 虽然说不全是那种百年老店 但是不少也都是经营了几十年的那种老老旧旧的 所以说基本上都是在第二波意识咖啡文化背景下经营起来的 主流的咖啡馆的装修设计 也提供的菜单 都是第二波的深烘焙的意识咖啡为主的 制作咖啡的方法方式也都是简单粗暴 没有受到第三波咖啡制作的影响 不讲究粉量 萃取时间 粉水比 客重等等 那这些都是第三波所传达的东西 但是得益于他们比较成熟以及完善的咖啡的产业链 所以说你在欧洲喝到的咖啡的整体的水平 它都在一个比较高的平均水平之上 那整体的咖啡都是香醇厚实的口感 你很少能喝到那种带着很明显的很直接的酸味的咖啡 喝咖啡的人的年龄层的跨度也是非常大的 从年轻的学生到老年的爷爷奶奶 所以说咖啡是一个在日常中极其没有仪式感的一个饮料 另外喝咖啡的客人也都是受到第二波咖啡文化的影响 对于咖啡有没有风味并没有要求 不像是受到第三波咖啡影响的这种客人 会对咖啡的制作步骤以及操作会更感兴趣 甚至会变成爱好者或者是发烧友 而很明显的他们就是简单的喝为咖啡而已 对于咖啡的制作的方法参数等等并不感冒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在一个朋友咖啡店里面看到一个客人 他每天去喝咖啡的 当问到他会不会自己在家里边做摩卡壶咖啡的时候 他竟然说不知道什么是摩卡壶 我当时还是挺震惊的 我说这摩卡壶怎么着也是起源于意大利吧 那他应该也是挺日常的起居 经常喝咖啡不知道这个东西 那这也足以说明他们只是单纯的喝个咖啡而已 那另外我真的没有见到太多的外带杯的咖啡店 这也是我觉得喝咖啡方式跟亚洲很大的不同的地方 你反观在亚洲到处可见到外带杯 似乎已经成了咖啡馆主流的一个出品方式了 我到罗马的时候特意给朋友带了我们品牌的手冲咖啡豆 因为我知道在欧洲能喝到手冲咖啡的地方 其实很难找 结果朋友就说在家里边没有做手冲咖啡的起居 在家里边也主要是以喝意识咖啡为主的 所以说欧洲人喝咖啡的习惯呢 它已经非常非常的固定了 不会变来变去的 今天喝这个明天喝那个 那最后呢 我再说一下意大利的这些大型的烘焙工厂吧 因为我们自己在上海呢也做了咖啡烘焙厂 所以说呢我也会特别的在意一下 当地的咖啡的烘焙品牌 就像La Vazza Elli 咖啡Pascucci Sigafredo 等等等等 我发现这些品牌呢他们都是以咖啡烘焙起家 然后再开启线下的实体店作为一个体验 再慢慢的去作为一个供应商去给一些小的咖啡店去供应咖啡豆以及咖啡设备 那就比如我拍摄的window的朋友在米兰开店的那家 他用的就是咖啡Pascucci的咖啡豆 品牌呢就会根据他们的用豆量 给他们免费的提供咖啡机 那因为他们的用豆量比较大 所以提供的咖啡机是比较贵的 喇嘛 用量小的店呢 可能就会提供更便宜的咖啡机 街头你看到的咖啡店呢 有一些他就会挂着咖啡豆的牌子 那就说明他用的是这个品牌的咖啡豆 并不一定说是这个咖啡品牌开的店 所以说看了意大利的这些烘焙商 我觉得我们国内的烘焙商 包括我们自己都还有很长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那这就是我对欧洲形成的一个思考和总结 那发出这期视频的时候 也刚好到了一年年末的时候了 所以说也要做一个对明年的计划和展望 那今年呢是带着我们的咖啡品牌 来走过的第一个年头 也有不少粉丝喝到了我们的咖啡 也有对于我们的咖啡的评价 我也都有看 那正是这些中肯的评价才能够让我们有非常大的改进和提升 那新的一年我也希望带领大家一起继续喝咖啡看世界 那如果明年有机会去到原产地的话 那么我也会带领大家走到产地的源头 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咖啡的不同的环节是什么样子的 那明年的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那么让我们明年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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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